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两场比赛之间 我认为出现的机会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就是机会是不太可能 后来一些外国兄弟帮忙也帮得挺好 都是不光我们自个儿争气 人家也很帮忙 最后出现了 我觉得就这样 我希望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队 借现在这个士气 在12强比赛中 继续得靠自个儿拼搏 估计那个里头没有人帮你的忙了 如果能进世界杯的话 我认为也是我们中国足球 开天蔽地的这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虽然米卢那次是出现了 是韩国 日韩 日韩的 那是因为日韩是东道主 如果日韩都参加预选 我估计我们的出现了希望 要打大打折扣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不是货真价实的出现 如果这次能货真价实的出现的话 我是真的是觉得中国足球 那是可以开开心心的 什么喝一顿 祝贺一下 加油 再加油 我想给你们的建议 希望你们去学点围棋 正好问一个这个问题 中国足球一直被骂 您对中国足球也一直有点见解 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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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您也经常说 中国这些球员应该去做学学围棋 像龙志涵 龙志涵球踢得好 为什么 他那时候就很喜欢下围棋 OK 那我问你 您觉得这个围棋和足球之间 有什么共同点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围棋特别讲究大局观 如果大局观很差的人 即便是职业棋手 他也停留在一班 职业足球的运动员 如果大局观一般 球一传就传成一个死胡同里头 宅出来都很困难 如果传在一个空档的 人家那个队员能很好地 往那个组织进攻的话 对 那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看我们很多队员 他可能是看不见 他想也没往那边想 周围的人很多 忙不过来 根本就不注意 就是你要有围棋的脑子 就是我这边感 即便没有人 我也往这边传 得有这种脑子 特别像你今天来 我就特别希望你去学 大宝 跟荣志航交流交流 有个很坚实的问题问你 你会下围棋吗 不会 我现在就想 中国队现在要是学围棋的话 能进事业杯吗 我不敢打宝票 还有半年时间 还有半年时间 我觉得是有很大很大好备 这个足球运动员 专项技术很多 但是这个事业问题 就是我们围棋还有一个重要地方 是不能下重复的棋型 重复棋型是所有职业技术 非常厌恶的 我们的足球经常有特别重复的时候 很多人滚在一起 球也传不出去 而有些人在旁边闲着 闲到快开骂了 我觉得就是事业问题 你觉得刚才聂老师说的 能有点打动你的感觉吗 因为聂老师之前一直在那儿讲 干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平常心 很多人都在骂中国足球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抗压能力还是可以的 我们没有骂 我们没有骂过 对吧 有这个比较好的心态 不 余大夫要跟你说 有人骂不是坏事 有一天中国足球没人骂的时候 那人家就死了 所以说中国足球还得受关注了 对吧 对 这个体育项目的受关注度最高的 应该是足球 对 所以挨骂是好事 关键你自个儿做得好点 人家慢慢就不骂了 不过你老挨骂就不好了 总得让人不骂 所以说我今天通过 你给我上了一堂课之后 我觉得我们回去之后 应该续续围棋了 小宋这种都可以到区教你们 让小宋去教你们 小宋 那个有时间去国家男足给他们 就你随便给他们讲几节课 就可以 没有 我怕给他教哭了 小宋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啊 还没有男朋友 那可以到足球队找一个 大宝你呢 你不是对中国足球队这有意见吗 可以找吗 他就为了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 才把自己的卧底派到你们那儿去的 你以为呢 对中国足球有意见 说明我关心中国足球 如果我看见中国足球 不提了 爱谁谁 爱哪 怎么的 那就完了 我是觉得中国足球啊 就像自个儿的孩子 就是有点残疾 喜欢还是肯定的 什么时候就把这残疾治好了 前两年有什么很多 拼买球的教练去我们那儿给我们讲课 要不下次您去我们那儿给我们讲课吧 您给足球队讲过课吗 还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 下一次 我下一次把荣志涵叫上课 跟荣志涵一块儿去 对 讲完课之后 我们有可能就打进失业杯了 那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次掌声预助中国足球队 能够带着我们的足球梦想冲得正远 谢谢 谢谢 谢谢